最近消息来看看台积电法说后呢 这个后市展望是一片乐观 但是16奈米市场占有率流失 高通转单三星的一律成了焦点 台积电今天一开盘就跳空走跌 连带影响其他上游的半导体 整个台股也受到了影响 今天以9420.11点开低震荡 盘中持续走跌灌破了月线 9400点的关卡宣告失手 不过台积电未来展望仍然是看好的 虽然短线上要急涨的机会可能不大 预估本周指数会在9300到9600点区间震荡